哭啦啦的哭啦啦的哭啦啦的哭 哭啦啦的哭啦啦的哭啦啦的哭啦啦哭 哇塞 哇嘞 哇 手机摔了 哦 刚才那手机给摔了 哎 之后咱们的国产的华为的手机的质量呢 确实蛮好的 被我摔了无数次了 但是呢 依然坚挺啊 今天呢 因为工作原因呢 我见到了一个穿蓝色蓝色衣服的一个队伍啊 当时呢 让我感觉啊 超帅特帅呢 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呢 后来我了解了 就是在我们很多时候在突发事件的时候 比如说像汶川地震呢 河南水灾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鼎鼎大名的民间的救援组织 南天救援队 当时呢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呢 我就觉得我要申请加入这个组织啊 加入这个组织呢 让自己呢 体现出自己的那种价值 这很符合我的调兴啊 那就在昨天 蓝天救援队赶到了克尔默 并且连夜向搜救的线 今天的北京市蓝天救援队的60多名队员 是再次前往了昨天 现在的厦门蓝天救援队呢 今天已经抵达了镇区的永光村 南昌蓝天救援队派出的第一批五名队员 于昨天抵达三天 距离甘肃城近期地震发生了13个小时之后 南昌人防蓝天救援队善员平队长 正在集合点给队员进行 在了解到斯川雅安的地震情况后 就召集了在厦门的所有队员 召开警察队长阳镇 罩装小青和捞鱼的时候溺水 那现在呢 蓝天救援队的队员正在现场展开紧急救援 蓝天救援队是中国民间专业的独立的纯工艺的建议 蓝天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是中国民间专业的独立的纯工艺的建议 紧急救援机构啊 成立2007年中文名叫做蓝天救援 英文名叫做Black Sky Rescue 这个蓝天救援队呢 它呢 是主要是进行那种人道主义的和救援救助啊 我看一下它的那个工作那个 理念和原则啊 它有蓝天公约 那个誓词啊 我们练一下 Black Sky Rescue 我志愿加入蓝天救援队 遵循人道不爱 奉献的志愿精神 勤奋刻苦努力训练 谈接友爱 自助助人 在各种威敌面前 竭尽所能的挽救生命 哇 这真是很符合我的调性的 又是像现代钢铁侠的感觉啊 就是说对讯是叫少说多做 默默奉献 完善自我 善待他人 Black Sky Rescue 哦 蓝天救援队 好了 那我呢 就把这个 通过以后 我相信呢 以我的这个专业水种啊 专业能力化 别人也希望了 当然呢 我会得了驾驶啊 就 救助啊 这种东西的话 我可以在后面学啊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不懂就问 不懂就学 在各种威敌面前 竭尽所能的 挽救生命 棒 真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为艰难 生命在召唤 绝对不能拖延 每次出发都充满挑战 钢铁铃铁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丽的世界 我们共同的家园 使命让蓝天 为美好默默奉献 我们守护希望 守护生命尊严 把冰冷的心投入温暖 为难的时刻 我们在一起作伴 使命让蓝天 为幸福流血流汗 我们守护平安 守护生命的线 把爱和感动 参与到永远 迎着风雨勇往直前 花山涉水 我们不为艰难 生命在召唤 绝对不能拖延 每次出发都充满挑战 钢铁一直突破极限 飞跃迷雾 我们不拘风险 生命的信号 只要没有中断 绝不放弃 绝不放弃 坚定的信念 每次出发都充满挑战 美丽的世界 我们宗宗的家园 使命让蓝天 为美好我们奉献 我们收复希望 收复生命尊严 把冰冷的心投入温暖 为难的时刻 我们在一起作伴 使命让蓝天 为幸福流血流汗 我们收复冰冷的生命 把爱和感动 反抵到永远 美丽的世界 我们统统的家园 使命让蓝天 为美好默默奉献 我们收复希望 收复生命尊严 把冰冷的心投入温暖 为难的时刻 我们在一起作伴 使命让蓝天 为幸福流血流汗 我们收复平安 收复生命尊严 把爱和感动传递到永远 在各种危机面前 竭尽所能地挽救生命 太棒了 对去呢 是少说多做 默默奉献 完善自我 善待他人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吧 小伙伴们 有希望呢 有兴趣 有自己的专业知识 或者有这个 有这个愿望 想成为现代钢铁侠的小伙伴们呢 可以了解一下 也不光是咱们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 咱们的整个救援的机构的话 民间救援机构 出名的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蓝天救援队啊 公养救援队 嗯 还有红健救援队 嗯 再就是南报救援队 对 我了解的大概就有这几个比较出名 对 还有李连杰搞的那个一基金救援队 嗯 对 发挥你自己的热光和热 能够尽量的去帮助别人 这个才是所谓的啥那个来着 传说的啥能量来着 其实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吧 太阳好大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收看 咱们呢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